食饭妹 嗨 我是九仙 食在广州 广州人爱吃 会吃 是天下闻名 南沙去的万青沙镇 就是一个宝藏地 独特的咸淡水交界地域 汇集了各种生猛的河鲜 海鲜 也是淡价人的发源地之一 这一群海上的中国吉普赛人 傍海而生 餐桌上就流传一句话 不食不食 不鲜不食 南沙这个淡价妹 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 真诚跑来吃 味道究竟怎么样呢 我们走 网红必点菜 河虫 还有风扇 还有淡价妹自己晒的腊鲜鱼 还有一个叫做海胆包仔饭 这些都是必点的 来广州怎么能不吃包仔饭呢 但海胆包仔饭你吃过没 这家店一天就要买一百多份 撒上鲜美的海胆 再放入一千块钱一斤的凤尾鱼子 真是吃到就是赚到 老板真的太奢得用料了 这还能说什么 吃起来 这个画面有点狠 这就是当地绝无仅有的河虫 地眼简直太像蜈蚣了吧 但当地人称它为江中的东虫下草 长得非常胖 寒浆饱满 一不小心就会爆脚而死 价格非常贵 清洗的过程也非常需要技巧 但是它混合了蛋液 煎出了薄饼 外表香酥 满嘴蛋香 里面却非常柔软滑嫩 大家绝对要尝一下 雪曼 当地漫语中的爱马仕 无骨无刺 浑身是血 透过薄薄的皮肤透出来 给人浑身上下都充满血性的感觉 雪曼的血 泡过的米饭 细腻鲜活的鱼肉 在锅中滋滋跳动 香味一下子就上来了 米饭鱼肉就这么一口下去 绝了 舌尖上的导演会吃啊 不错 人头安利 可 导航搜索淡家妹 就可以体验舌尖上的美味啦 吹着凉风 吃着水果 我太喜欢这种退休老大爷一样的生活了 万青沙镇 还有一个宝藏农场 就在万环西路50号 导航搜索制镇农场 就能亲自体验 亲手摘水果的快乐啦 果园占地200亩 各种各样高品质的石令水果 简直看得我眼花缭乱 据说农场投入了上千万 每年50万的研发基金 坚持让大家吃上最天然有机的水果 家人们我馋了 每一个季节 果树都是不同的 可以不定时采摘到几种葡萄 黄金百香果 红宝石翻石榴 五花果等等等等 最好吃的阳光玫瑰就在这里 翡翠绿 玫瑰香 据说专门从内蒙古采购高温发酵后的洋分 做出来的肥料 看看这阳光下的光泽 这个葡萄不一般呢 可惜来着了 一月份才是它最甜美的时候 你给我等着 但这个时候来 真是红宝石翻石榴采摘的时候 一颗颗绿果子 比我拳头还大 一口下去 红色的果肉 脆甜无渣 重点是 没有籽 吃起来口感超级赞 看看它在阳光下的果肉 我馋了 所以这个周末 是不是要安排起来 导航搜索制正农场 就可以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了